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如此 这边海参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所以是全档杆的海参 所以泡发之前是特别的小的 泡发之后就加了水分就会有这么大 原来如此 原来是同一种海参 然后一个是泡发前的 还有一个它是泡发后的 是的 没错 那我听说这个海参有野生和养殖之分 那能不能跟我们细细地讲解一下 养殖和这个野生的是怎么区分的呢 可以 没问题 野生的海参呢 从它的沙嘴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比较大 比较硬 但是养殖的话呢 这个沙嘴是比较小 为什么叫沙嘴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身体的部分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它的肉质也可以看得出来 野生的话呢 它的肉是很有弹性 很紧实 但是养殖的话呢 它的肉呢是特别的松软 就很容易烂掉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足 也就是它的刺 它的刺呢 野生的话呢 是很短 很粗 很小 但是养殖的话呢 是又尖又细又长 所以海参是反过来爬的吗 就是它的足是在下面 不是 只是在背上 对 也有一些海参 不同的品种不一样 有些海参呢 是整一个都会有足 但是有一些就只是在背上 对 那我听说这个黑米海参啊 是物美价廉 那为什么说它是物美价廉的呢 像这一款 我店里面的零售价呢 是148的那个加币一磅 对 因为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所以呢 它特别的干 一磅有100到120条 120条 对 平均下来一条呢 都不到两块钱加币 也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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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们每天喝一杯 没有营养的咖啡 还不如就是买一个这个 对 吃一条有营养的海参 是的 是的 还能让我们的气色变好很多 咖啡因的确对身体是不好的 是 因为海参它里面 还有一种物质 叫海参藻袋 这种物质是可以提高人的名利的 另外呢 它里面呢 就是零档固存 还可以降血脂 所以老人家吃也特别的好 你刚刚说了这些 我就特别感兴趣了 那吃海参有哪些益处 或者是它的功能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可以 这个海参里面呢 它可以有补血造血的功能 所以孕妇也可以吃 像我怀我小孩 我就有吃海参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我们刚才讲的 它里面有海参藻袋这种物质 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不容易感冒发烧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平时吃的话 最好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吃 对 然后煲汤也行 做菜也可以 或者是凉拌都行 可以泡水喝吗 这个 因为海参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如果泡水喝 有的人会觉得会腥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会加一些生姜片下去一起做 中和一下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有 除了你刚刚说的一些方法之外 那有没有其他的烹饪方法 或者说泡发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挺可以 很多人看到这个海参的无从下手 不知道怎么样泡发 首先呢 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 为什么说要干净 因为这个海参它一遇到油 它就会溶掉 遇到盐呢会发不大 所以一定要干净的容器 然后呢 把水冷水泡发淹没它 对 每天换一次水 像这一款呢 我们自己加工的非常的干 所以一般要泡个五天左右 对 泡的时候呢 就放在冰箱 我们一般放鸡蛋跟牛奶那一层 冷藏那一层 对 每天给它换水 泡个五天 泡完了之后呢 拿剪刀 沿着中间这个位置 剪开 放在水龙头 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里面这些白色的精 不要去掉 也是有营养的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个是它的精 对 这是有营养的 跟这个肉的那个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去掉 是不是泡发的时候 有没有规定说一次只能泡发几条 最好是一次性泡发棒棒 就是泡比较多条 对 剪开清洗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拿到最好是电放锅里面煮 清水煮 煮完了之后呢 一般会让它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你要的那一种 就是肉质那种手感 你就再煮一次 再焖一次 所以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先把它煮熟 煮熟之后再去做菜 是这样的 对 没错 那做菜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就是 一般广东人会喜欢拿海参去煲汤 对 所有的精华就在那个汤里面 北方人呢 喜欢拿去切碎 然后凉拌 做凉拌菜 当然你说包饺子也可以 或者是平时熬一下小米粥 切碎放小米粥里面一起煮 也是可以的 那包饺子或者包粥啊 会不会有腥味呢 一般来讲呢 会有的 只要是从海里面出来的东西 都会有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加生姜片 对 去除那个腥味 是这样子的 好 谢谢您 那我其实非常好奇啊 您怎么会想到 要做这个海参的生意的呢 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 我是广东人 我是广东人 家里面父母 那你好像没有广东人的那种口音啊 是吗 谢谢 对 对 对 那您接着说 对 一般我们家里面父母呢 都很喜欢吃海参 所以我才想到说 又在这边做这个海参的生意 那现在呢也很方便客人 就是我们已经一批货发往中国 如果是客人有想要的 比如说在中国又送给亲戚朋友的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就是提供给我家里面人的电话 姓名 地址 我就可以直接给他送过上门 所以现在很方便啊 就是说在中国直接拿微信支付 都是可以的 对吗 可以的 嗯 真的是非常好 那除了海参之外呢 比如说您是做这个品味房的海参之外 你还做一些其他品种的海参 或者说其他的保健产品吗 也有 也有其他品种的海参 比如说墨西哥双排刺参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对 也可以 但是今天就没有拿那个食物过来 没事 就说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有什么样的区别 可以 墨西哥双排刺参呢 体型会比黑米刺参更大一点 嗯 对 然后呢 它就不像黑米刺参 黑米刺参的足 还有它的刺是分布在整个身体的 嗯 但是墨西哥双排刺参呢 它为什么叫双排刺 就只有两排刺 对 但是它体型大 嗯 它发出来呢 会有 有时候会有手臂这么长 哦 真的 对 不同品种就不一样 那它是多少年 多少年长到手臂那么大 其实一般也都是五到九年的 的这个生长周期 只是它那一款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大个 比较长 嗯 然后因为它叫墨西哥海参 所以它是在墨西哥产的 对吗 对 没错 嗯 那除了这个墨西哥的之外 还有什么品牌的海参 还有南美的 南美 南美的有两款 嗯 一款呢 它的肉质就比较薄 我们叫做海参皮 对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完整的 因为海参皮是剪开的 但是另外一种是完整的 我们叫牛角参 嗯 也是来自南美的 来自智利的 什么叫剪开的 什么叫牛角参 这个叫做剪开对吗 比如说像这一款 我们已经有开个口 把里面的肚子 肠都已经清理出来 哦 哦 所以减轻它的重量 但是剪开的话呢 就会从头到尾把它剪开 嗯 里面就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嗯 但是那一款比这一款相对比来讲 还是这一款比较实惠 嗯 因为那一款呢 南美的海参它没有刺的 它都是光参 嗯 光参的营养价值稍微比刺参又差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 因为有刺的海参呢 它的肉质呢 比较厚 嗯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 是软 软糯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海参 我们那一款光参呢 我们叫海参皮 它肉比较薄 哦 吃起来呢就是偏脆爽的那种感觉 嗯 海参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啊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越小了 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因为你说它都是五到九年嘛 那可能越精小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有这种说法吗 其实一般海参来讲呢 是区别刺参还有光参 刺参呢 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 嗯 没有刺的呢 营养价值就比较差 另外一个野参的肯定要比养殖的好 嗯 对 毕竟是生长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嗯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海参它大跟小 只是在于它的品种不同 并不是说越大的海参就越好 或者是越小的海参越好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谬论对吧 所以就是没有关系 就是不是说每个海参 它的营养价值都是差不多的 只要是刺参都是差不多的 嗯 都是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可以美容你也可以吃 是的 是的 我相信电视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特别是小姑娘们一定会对这个海参非常感兴趣的 那节目的最后呢 吴小姐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说的 如果是大家需要养生的话呢 其实海参特别是这一款黑米次生 是特别好的经济实惠的一款选择 如果是大家想要送礼 或者是送亲戚朋友的话呢 现在通过我们也是直接可以这么订货 直接送到国内给亲戚朋友 也是特别的好的 好的 谢谢吴小姐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知识 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间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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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